大家好 都聽得清楚我的聲音嗎 清楚 好 謝謝 喔好 非常的驚訝 其實看到這麼多人來 會非常的意外 有點緊張 本來 我跟另外一位那個負責人 還想說 我們今天正常會不會都沒有什麼人來 因為通常講法律的議題 是會比較枯燥一點的 不過今年就是很意外的 有蠻多人投稿 而且內容大家都還蠻平易近人的 所以可能大家會有興趣來聽一下 那我是葛東梅 這次法律鬼的這個主要的一個協調人 那我今天開場講的第一場 這個其實內容不會太難 基本上就是希望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給大家一個概括的東西 所以我也不會講到 授權條款很深入的這個內容 我的題目叫做 自由開源授權到底是在幹什麼 因為我相信大家在座很多人 大概知道open source 那可能也知道說 裡面會有授權的一些議題 可是甚至也聽過什麼GPU BSD這些東西 可是大家就不是很了解說 這個到底是在幹什麼 那講到授權條款也是很困難的東西 所以呢 我今天大概就是給大家一個概括的概念 其實自由開源授權的東西 除了我們一般知識認識的 講到授權的都是一些文字的東西之外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周邊的東西 不是那麼樣的 只是限制於在文字方面喔 那我先大概做自我介紹 我目前是算是freelancer 那主要的在做就是在研究 還有推廣自由開源授權的內容 還有他一些理念的東西 那我另外也會籌辦跟 自由開源授權相關的活動 那會做這些事情最主要是因為 我之前在中研院的自由軟體駐造場 還有工作非常多年 那我是在裡面的法政組做研究 還有發表一些文章相關的工作 那也因為我曾經在德國念過幾年書 那我會懂德文 也因此在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在閱讀國外資料上面呢 是可能接收的資訊也比較快 所以在有一些國際之間的一些授權的議題的話 或是一些相關的人要來台灣 要談論到有關這些自由開源授權方面的話 我會接觸的比較快速一點 所以我有點像是在喬接台灣還有這些 國際開源授權世界的一個橋樑 這個是我過去大概我離開中研院之後 我陸陸續續再辦一些活動 那不是非常的規律啊 大概就是可能有人找我 或是有這個必要的時候 我就會負責把我手邊有的資源 然後就是聚集在一起 然後找一些老朋友新朋友 業界的社群人 然後聚集在一起 大家來討論一下一些相關的主題 這個是自由開源軟體的一個授權條款的 縮寫的一個 我全部把它放在一起的一個頁面 然後密密麻麻的 其中黃色字的部分 是我過去可能在介紹授權條款的時候 比較會講到的一些重點的一些授權條款 那這些授權條款呢 大家可以到一個網頁上面其實都看得到 這是一個叫做 Open Source Initiative的組織喔 它有制定一個開源的一個 所謂的Open Source的Definition 開源的定義 那根據這個定義呢 它就是有去審核一些條款 拿一些條款 符合它的開源定義的話 那它就可以把它發布為說 這個是一個開源的授權條款 所以在它的網站上面 它有整理的列表一大串 拿一些是符合我這個定義的授權條款 我剛剛那個頁面呢 就是從他們的網頁上面 擷取下來的 目前符合它定義的授權條款 有幾十 有幾十份非常多 那其中最常大家接觸到 就是我剛剛黃色標的那些授權條 那些授權條款 那在這個頁面喔 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我往常 在介紹授權條款的內容的時候 開場就會講的喔 實際上就是很枯燥 接著就會進入到說 制裁權的一些概念啊 著作權概念啊 專利概念 商標概念啊 然後甚至營業秘密 然後接下來就講條款內容 好重要的東西 不過今天這些我們都不講 因為那些其實 以前有講過 而且其實是比較 比較 通常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會 碰到這些內容這麼有需求 所以呢今天我會講講這些 城市碼授權條款以外的東西 有點像這個大雜會 讓大家從一個不同的角度 來認識這個所謂的開源授權這個領域喔 除了文字條款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面向 你可以來了解 開源授權不單只是讀文字的部分而已 那這個是我接下來會介紹一些大的一些 keyword的東西 有關說明文件啊圖示啊字型 還有CLA 開源授權也有討論的社群 然後它也有些相關的專案還有一些活動 首先我們現在看這個頁面喔 這個是LibreOffice 我這份簡報就是LibreOffice Impress做的喔 那在它的頁面最下面 好 慣例的喔 現在都會有一些相關的這些權利的宣告 它上面呢 的宣告翻譯成中文就是說 除非另外有所指定 不然的話我們這個網站 所有的文字還有圖片 都是採用Credit Commons Attribution Share Like 3.0 這個條款來授權 不過呢 這個部分授權不包括LibreOffice它的原碼喔 因為LibreOffice的原碼喔 它是透過Mozilla Public License 2.0授權的 這個Mozilla Public License 大概就是我們一般常用 常常會提到就是說 授權一個開源軟體 它的授權條款是什麼 LibreOffice它的原碼就是用 Mozilla Public License授權的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常會 過去會有的概念 可是其實一個軟體專案 除了程式碼之外 它還有很多其他的元素 這一段文字就揭示了 其實它還有所謂的說明文件 還有周邊甚至一些書籍的出版 這些也包括在整個的 所謂的開源的授權領域的範圍裡面 那這些不是程式緣碼 它的授權條款 其實有一些會有它獨特之處 所以呢 它這邊就寫文字跟圖片的話 它就是採用所謂的CC Quality Compound CC這樣的一個授權條款來授權 這個就跟我們往常過去所認知到說 可能開源的專案 會用什麼GPL、BSD這些條款授權不一樣 那這個CC授權呢 它是由美國的一個法學教授 Lawrence Lessig 他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所開創的 他當初也是感召到了 自由軟體這樣一個精神 他覺得說除了軟體跟程式碼 可以採用這種開放的方式來授權之外 其實在藝術創作領域或是在文字圖畫這些領域 他們也可以有這種開放授權的精神 所以它架構了一系列這個 Quality Compound的授權條款 那演變至今其實到現在 全球大概有非常非常多人在用 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大家都用過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它就是用Quality Compound的條款來授權的 不過在這邊 我並不會特別深入來介紹Quality Compound 今天在接下來的議程裡面 其實後面大概有三場可能都會跟CC有關 那其中有一場呢 那個可能 我看 其中有一場應該是凌晨下 講的凌晨下講的那一場 可能他會稍微對於Quality Compound的內容 有做比較多的一些深入的介紹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留下來聽那一場 那一場應該是講有關國文庫的吧 如果是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 那這個是現在大概在開源領域裡面 比較常見的 用來授權文字啦 或者是圖案的一些授權條款 那Quality Compound 剛才前面講過了 不過它是一系列的條款 它還有六份不一樣特性的條款 那了解人就會去做選擇說 採用哪一份比較好 那另外接下來這個呢 Public Domain 那這個是所謂的我們常 翻譯成中文常講一下 公共財或是公共領域 意思就是說 它並沒有受到著作權的保護 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創作出來一些文字 或是內容之後 他會直接宣布說 我這個就直接把 我 我不宣稱任何的著作權啦 有些人會做這樣的宣告 意思就是說 就好像是我拋棄掉我的著作權利 我們這個講的這個先不管法律上面 是不是成立 可是有一些人 他的創作態度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 在開源領域裡面 有一些的文字圖案 它是說我就是 你們就隨便用 怎麼用都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標示 那反正我就是不會主張任何的權利 所以有些 你會看到有一些著作 它會標成它是PD 另外這個Open Public License 是有一些會特別在去出版 開源相關的一些出版社 或者一些網路上面的圖書 他們會採用的一個比較 符合開源精神的一個授權條款 來出版書籍 那最後這個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是自由燃理基金會 它下面所扶責的這個Gnu計畫 所採用的 專門來授權他們下面計畫 所出版的所有這些文字 還有書籍用的這個授權條款 好 那另外呢 除了這些文字之外 圖案之外 其實還有開源裡面還有字型 那字型的授權其實在過去 剛開始到現在的演變 一直都還蠻分歧的 剛開始甚至有人直接用 用程式碼的授權條款來授權字型 在剛開始十幾年間的時候還蠻常見的 可是後來大家覺得說 用程式碼的條款來授權字型 其實解釋上面起來很奇怪 因為程式碼跟字型就是不太一樣嘛 字型比較像是一種類似藝術創作一樣 它有它那個創作這個字 還有它的間距啊 然後它的比例怎麼樣 跟code不太一樣 而且它的在實際的運用上面不太一樣 所以呢後來就有人 國外有個組織呢 它就寫這個Sea Open Font License 這個是現在大概在全球 都還算是一個蠻被普遍接受的一個 來授權字型的一個授權條款 而且它是符合這個自由開源精神的一個授權條款 所以呢像我這邊的截圖 大概就是我網路再搜一下 有一些這個中文的這個字型 它也是用這個Sea Open Font License來授權 好那除了剛剛講的這個Open Source Initiative 這個組織 它有在做這個授權條款列表之外呢 另外這個是格怒計畫 格怒大概是賽場可能有些人會知道 就是自由軟體基金會 或者說自由軟體這個詞最原始的這個原始的這個起源 就是來自格怒計畫 那這個格怒計畫現在其實它發展非常龐大 那因為他們其實在推廣自由軟體的精神 所以在他們的網站上面呢 他們也有maintain的一整頁的這個授權條款列表 然後裡面還有寫分析說哪一個條款 是符合自由精神哪一個條款不是 那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還有寫這個 是license for documentation 還有licenses for other works 就是說它除了程式碼的條款之外呢 它其他的相關的 你授權自行的授權文件的這些條款 它也都收集在這邊 那可以讓有興趣想要知道的人呢 就可以到這個列表來 然後來看 他就可以知道說 這些是符合開源精神哪些不是 假如說真的有人創作說自己 另外有自行創作出來 或是有一些相關的書籍要出過 他們可以到這邊來看可以來挑選 這個是一個頁面給大家做參考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另外一個這個縮寫CLA 這個我想問一下 在座各位有實際參與過台灣 國外的一些開發專案的 可以舉手讓我知道一下嗎 OK好 那沒關係 CLA呢 其實這個在台灣是一個比較少被談論到 也比較陌生的一個概念 其實它的中文 英文全文叫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簡稱叫CLA 顧名思義 它就是一個貢獻者的授權的一個 我們中文翻契約啦 英文叫Agreement 可是翻成在台灣這邊 司法的這個概念的話 它是相當一個契約的概念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在統一 你當你一個軟體專案 還要把它的東西 貢獻到這專案的時候呢 你這個貢獻者 對這個專案的法律意志 有沒有統一 你認不認同這個專案 它所採用的這個目前的授權的內容 一個專案裡面 我剛剛說過 它有程式嘛 它可能還有一些圖表 還有一些說明文件 它用這些授權內容呢 你要你認不認同 講說一個貢獻者 你要把自己的code 貢獻到這個專案裡面來 你認不認同 我是用Mozilla Public License 來授權你的程式嘛 因為你既然要貢獻進來的話 你的程式嘛 未來也必須要採用 一樣的條款來授權 你是否認同呢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會要請這個 contributor貢獻者 你要簽一份這個協議 簽一份這個契約 說好我同意你這個專案 所採用的這個授權條款 或者說我用什麼樣的 方式我授權給你 然後讓你可以 再去運用我的程式嘛 用符合你這個專案的 一個授權的方式 像這個呢 是一個Apache基金會 Apache基金會 它的這個頁面 Apache基金會 它在下面 maintain了非常多的 軟體專案 那它這個裡面 基金會 它有規定說 若是你要你的專案 要進駐到這個基金會 讓我來輔導 讓我來呼籲的話 你必須要採用 Apache授權條款 Apache license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一個專案 進入到Apache基金會之後 它一定會是Apache 這個授權條款來授權 若是有開發者 它要貢獻它的程式碼 到這個基金會裡面 專案的話 它就必須要簽一份 我前面剛剛講這個 這個貢獻者的授權的契約 所以呢 這個頁面就是 它就寫著 就在告訴你說 這個契約的內容 是有哪一些 它說明這些事情 另外呢 它這個契約 其實還有分兩種 一個是這邊 網頁最下面 標的有點藍色字的 一個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另外一個是有關企業的 Corporate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之所以要這樣分呢 是因為 當然 一個貢獻者 若是他是一個freelancer的話 他自己寫的東西 完全都是他自己的 他想要把自己寫的東西 貢獻到一個軟體專案裡面 當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他想要這麼做 他要簽一份契約授權出去的話 他自己決定就可以了 可是 我相信在台灣 有非常多的 這些程式開發者 他大部分都是受聘在一個公司裡面 那他可能是利用自己業餘的時間 然後去貢獻這個 他貢獻他的程式碼到這個專案 或是為這個專案寫一些說明文件 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必須要注意說 他自己工作 他自己在工作時間之外 所寫的東西呢 不能跟他工作上面都有所混合 這個時候必須要注意 所以呢 他在寫這個時候呢 所以這個Apache基金會呢 他會特別有這樣兩份授權條款 就是說 他會要你開發者要注意 你是真的是用個人的身份 還是是說 你會不會跟你工作上的東西做混 會不會混在一起 假如說你要有所 你可能會混在一起 你必須要自己要考慮清楚 甚至你可能要回去跟你的公司要談清楚 我現在正在做哪一個開發專案 可能現在跟我做的產品有點類似 那我們要談清楚 哪一些是我自己 所以貢獻到這個社群裡面的 哪一些是我寫到產品裡面 公司他可能會需要知道 那另外一種還有一種狀況是 公司他可能會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國外蠻多 就說 好 那我們公司也一起投入到 這個軟體的開發專案裡面 那既然你開發 你投入了這個專案 可能對我們公司裡面可能也有益 那甚至好 我公司就讓你 你可以利用你上班時間去做開發 利用上班時間去做開發 那這個時候呢 他可能就是用公司的名義 然後去簽這一份貢獻者的條款 是用公司的名義 那這樣子公司一旦簽出去之後 他的員工呢 就是透過用公司的名義去貢獻他的 這個程式碼 還有他的這些說明文件 到這個專案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有這樣一份的 Corporated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所以會有這樣兩份的差異 然後呢 另外一定要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前面講到那個格怒計畫 其實他們簽的不是 他們要求貢獻者簽的不是一個授權條款 他們要求簽的是所謂一個讓語的契約 所謂讓語就是說 你把所有權利 你只要貢獻到我這個格怒計畫裡面的 所有的這些內容 你全部都讓給我 你沒有任何權利 你不保留任何的權利 那他之所以會這樣子要求 他們自己在網頁上面是說明說 那是因為可能在未來 我們會有發生 有人侵權利用我們格怒軟體的時候 這個時候一旦發生侵權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維權的一些措施 那要為了要實行這些維權措施 我們可能會需要完全的這些 著作權的地位來進行 這樣子才會比較方便 不然的話他可能還要回過頭去一個一個 要去徵求那些開發者同意 會是比較麻煩的一個 一個比較耗時的一個方法 所以在格怒計畫 他裡面他會直接要求 這個開發者貢獻者 你必須要讓你說的全部的權利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在有一些可能 除了格怒計畫之外 目前在有些可能商業公司裡面 所支持的一些開源的賺的話 他可能也會要求你開發者 必須要做這樣子的讓語 好 那以上大概部分就是做 以上介紹部分大概就是有關社群那一面的 社群在開發過程當中 可能會碰到一些跟授權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接下來呢 講的這個是叫討論社群 在開源領域裡面 其實各式各樣討論社群其實是很常見的 可是一旦講到說 那法律有沒有討論的社群 社群有沒有討論的社群 其實大概是一般的人 就算是對於開源領域的人 大概也是一問三不知 因為基本上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領域 所以他們的討論社群也是比較 稍微特別一點的 大概這樣子的 法律的討論社群會開始比較蓬勃 大概是從十幾年前 大概從2004年2005年之後開始 因為那個時候 在德國有一些的侵權的糾紛 那也有開發者 他真的是實際的嘗試說要在法院提起訴訟 那這些訴訟有一些提到法院之後呢 他們就做了和解 所以並沒有一個正式的判決出來 那真的有一個正式判決出來的話 在2007年 真的有一個是台灣的公司在德國被告 那後來真的有一個判決出來 從那一件案子出來之後呢 大概全球的在研究開源授權的這些法律人 其實就開始在做積極的討論 可是那時候討論是很淋散的 一直到2009年喔 右下角這張圖 BG Box是一個開源軟體 那他透過這個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 這間美國的法律的事務所一次 告了13家的公司喔 所以呢 這那個時候在全球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喔 因為你一個軟體專案 然後而且還是開源軟體的 我們不知道他在法律上面的這個效力 實行的效力怎麼樣 他一次在美國告13家的公司喔 所以那個時候算是一個滿大的震撼彈 所以呢 在此之後呢 就開始有人非常積極的在做各式各樣的討論喔 那在歐洲呢 有一個歐洲自由軟體基金會 叫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urope 所以他是FSE 那他在下面有一群人呢 他其實在致力於有關授權方面 這個討論還有相關議題的一些倡議喔 那他們那時候就建立了一個所謂的 Legal Network 那這是一個其實很特別的一個 討論的一個郵遞論壇 那外人沒有辦法進去 他必須要是申請制的喔 那之所以會這麼樣的隱晦 主要是要通常會有這些侵權糾紛 那另外呢 那既然是牽涉到法律糾紛 那就會有比較多的法律人 在裡面一起討論 那大部分法律人也會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他們總是會擔心說 我自己隨便說哪一句話 若是萬一之後的某一天 我去代表我的客戶 然後要上庭做辯護講的話 跟我幾年前說的話是不太一樣的 被人家挖出來的 到時候可能會影響到我這個Case的進行 所以呢 因為商業公司跟那些法律人的小心 所以那個Legal Network 它是採申請制 那你必須要低著申請 裡面的人同意的覺得之後 OK了之後你才可以進去 那進去之後呢 它裡面主要是一個郵遞論壇 就是討論的封閉式的 那它的討論方式呢 有一個準則叫做 Chattam House Rule 翻成中文叫 查達姆意識規則 那它是由英國的一個 英國的一個專門在研究 國際事務的一個組織 一個智庫組織 它所開發出來的 主要就是說 讓大家在一個安心的一個場合 遵守這樣一個的規則 來討論事情 那這樣子一個規則 它的精神就是說 你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所有的與會者 你都可以自由分享所獲得的資訊 但是你不能夠去揭露 是誰或是哪一個組織 說了這項資訊 簡單點就是有點是 類似我聽到一個八卦 我會再傳出去 可是我不能跟別人說 那個八卦的源頭是誰 或者是像新聞 有些新聞記者說 我不能說我的source是誰一樣 可是我可以到處去跟人家講說 這件事情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規則之下 相對這些法律人跟商業公司 他們是比較可以願意來討論一些事情 不用擔心說未來 人家會說你在哪一天哪個論壇裡面講這句話 跟你今天代表客戶的立場不同 你這是有疑問的 那因為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那個論壇其實一直演變到現在 其實是變成一個規模相當大的一個論壇 它到現在大概有400多名的成員在裡面 然後它主要就是做各項問題有關授權的這些討論 那另外它還有就是對於專門不同的法律議題 它會有分門別類不同的這個專門的議題的小組 另外還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功能 譬如說可能哪一間公司發覺有 哪一個社群的開發者發覺說 我們的軟體被人家侵權利用了 可是我找那間公司我找不到窗口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會去來這邊問這樣子 另外他們也有這裡面有開發有寫書 也有做一些期刊 所以其實是非常多元的開展 到目前為止了 這大概是一個最大的 應該是全球最大的一個法律開源 自由開源軟體授權討論最大一個社團社群 就是這一個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多做介紹 大概就是讓大家有個大概的了解 然後它每年會有一次的見面的開會 實體碰面來自全球各地的這些成員 就是每年會開一次的會 好那在討論完這個社群之後 另外還有一些轉彎 基本上這些都是跟商業有關的 那這些因為我前面講過說 會有一些侵權糾紛出來之後 所以就會有一些商業公司 他們就會希望說能夠來減少這些糾紛 來便利他們來利用自由開源軟體 所以呢 現在大部分這些 跟授權或是授權周邊相關的這些專案 或是社群活動 大部分都是跟商業活動有關 或是商業公司在背後成立的 那大概在台灣比較常見到 常聽到大概就是這三個 SPDX跟OIN跟OpenChain SPDX其實它剛開始 它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希望能夠便利這個軟體的 資訊的完整流通 因為其實在很多這個侵權的糾紛裡面 常常都是說 我不知道我用到是自由軟體 我只知道說我從網路上面 我拿了一段code下來 然後就放到產品裡面用了 結果出貨 然後我出貨之後 然後給客戶 客戶他又貼牌在美國上市 或在歐洲上市 然後結果收到社群的來的信說 你這裡面有我的code 然後是侵權利用 你沒有照我的這個授權條款規定 做什麼樣的標示 那因為過去有很多糾紛 是這個樣子 是因為無知所造成的 所以SPDX這個專案是希望說 讓它有制定一套的 這個標示軟體資訊的一個標準 告訴你說怎麼樣標示好 然後怎麼樣子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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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希望說 大家都用這個標示之後 這個標示就可以隨著這個 source code 或是這個package 一直一直下去 然後就比較不會有出現這種 無知使用侵權的狀況 不過這個專案其實對於法律人來說 比較有趣的是這個列表 它這個列表其實它就是 我往上一個 這個列表它會把這個 它把所有這些相關的這些授權條款 的全稱做的縮寫 所以呢 在我的簡報裡面 我若是 用到自由開展軟體的受信條款的話 我用的所有都是 參照這隻SPDX他們所開發出來的表 我覺得這實在蠻有趣的 好 然後下一個是這個所謂的OIN OIN基本上跟專利有關 因為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專利這個侵權 一旦發生糾紛的話 那個訴訟金額都非常的高 那而且專利其實也一直是一個 大家很擔心的議題 想說這個專利 目前好像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可是一旦發生的話 這個金額損失很大 所以就是 有組織他們專門在做這樣子的 希望能夠降低專利制度 帶給開源這個商業生態一個威脅 那他們做的法就是說 以Linux作業系統為基礎 然後他們讓很多商業公司 要來簽訂一個協議 然後就是說 我們一旦簽訂這個協議之後 我們就是好朋友 我們不會互相告 只要是這個 我們這個專利 是跟Linux作業系統有關的 Linux系統裡面 有牽涉到的專利 我們都不會拿這個 我們都不會拿這個專利 來互相互告侵權 他是以這樣一個基礎 那另外呢就是說 假如說有人來控告說 我們侵權利用了他的專利 那這個假如說這個專利 其實也是跟Linux作業系統有關的話 我們會拿我們手上有的武器 去反擊那間公司 所以他們有一個所謂的 防衛性的專利池 就是有很多專利集合在一起 他們可以隨時拿來做做 反擊的防衛性的武器 那另外他們還會有一些 就是活躍的一些周邊的活動 然後來支持說這個開源 再降低專利對於開源的一個威脅 我今天時間有限可能就是我 只能做這比較簡單的介紹 那最後這個是open channel 就是這幾年大概在台灣 比較常聽到一個詞 就是有關這個計畫 那他其實很簡單的 一個概念就是 因為太多企業不知道是怎麼樣 在自己內部組織裡面去管理 這個如何好好的來管理 來運用自由開源軟體 怎麼樣這些source code可以 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也能夠標示授權資訊 又可以遵守他的授權規則 然後放到產品 好好賣出去 很多企業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這一個計畫大概就是 讓你的企業可以依序暗次的 上手運用開源軟體 然後裡面有包山包海 這個參考資料跟資源可以用 那在這些包山包海資源裡面 他有兩個其實主要的主軸 第一個就是他有一份規格書 那個規格書簡單的就是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步驟 告訴你說你要做哪些事情 讓你的企業運用開源軟體比較好 譬如說你要先有政策書 政策書然後你要跟 要成立什麼樣的一個單位 然後要來統籌 你們公司內部開源的運用 他裡面有一個一個一個的步驟 他就讓你按部就班去做就可以了 這是他的規格書 那另外就一個認證制度 假如說一根公司覺得自己做到這樣子 可以了他就可以去做一個認證 認證通過的話他當然就可以表彰說 我是open chain認證過的一個公司 我的產品符合open chain的規格 所以他有一些有三個認證的方式 在這邊可以讓企業然後可以來採新 所以呢 那這個open chain呢 目前已經發展到現在 他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參與在其中 然後也有很多的公司是 已經通過他的認證 在他們的網頁上面有 你看這邊有1910個喔 所以說其實大大小小有非常多的企業 是在加入到這個open chain的這個裡面 那除此之外呢 我剛前面講過open chain 他竟然是包三包海一個專案嘛 所以他在那上面呢有非常多資料 有什麼演講啊 有訪談啊 然後還有一些課程 他的課程會跟Linux Foundation合作這樣子 由Linux Foundation那邊提供 有線上的喔 也有付錢 有免費的 也有實體的都有 然後還有講義 還有範本 比如說你公司政策怎麼擬定啊 然後你授權條款 你要上課的講義啊 我們這邊有範本 裡面法務可以看了之後 再教你內部的公司同仁 然後還有一些企業合規的實作案例啊 日本公司很熱心的提供喔 所以呢 其實大概介紹到這邊喔 一個包三包海 今天這個大雜會的一個說明 那其實當然開源授權的這個 相關的這些內容 還有一些專案活動不只這一些 不過今天時間有限 希望大家給一個大概的一個概念 那時間有限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讓大家提問 若是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等一下一次一下子 我今天會一個下午都在這邊 而開啟的內容 還是選擇的 那你選擇 那